净化论是科学,神创论是神学,而一种不辩论就是什么也不学,不可知学,净化论是科学,科学就讲求证据,所以科学家们在地层化时,基因分析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,抽资剥茧,逐渐接近生命的源头,并试图还原出整个生命演化的过程。 由于所有研究都需要证据的支撑,所以某些细节方面,甚至一些主要环节都还是空白,净化论因而并不完备,但一直在向更完备的理论迈进,神创论是神学,凡事不可知的都懒得去思考,直接归之于神的举手之劳,而且易用人性的弱点。 通过重复洗脑的方式,让人们相信所有一切都有神在安排,而人只是要按照这种安排去生活,一些都是命中注定。 再多思考也没有用,神权阶层利用虚构形象,来欺骗和盘剥信众,当然要牢牢把握神创生命这一核心,否则谁还去信他们呢? 物种不辩论就是不可知论的变种,认为生命一直就是如此。 物种不辩论实际也是神创论的变种,因为有些不辩论者认可生命也是由神创造的,只是创造后就不再变化,只在自己物种范围内改变。 这些都和客观事实明显不符,所以渐渐失去了信重。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,就是人类有智慧,而且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。 这就必然造成人类个体在掌握知识和信息上的不对称,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千差万别。 所以每种理论都有它各自的信,终究不足为奇了。 正是这种差异,思想的相互碰撞,相互之间的竞争,才让人类的名义直向前发展,取得我们今天这样辉煌灿烂的结果。 所以不管是哪种理论,大家可以互相理解,求同存异,而不是消灭一击。 这样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。 PTC Column Card, Form URL, HTTP, POA, Statty PCOM Lightbit 721-0001-D935-F64-RCBCF,title那些让人脑洞大开的古怪问题系列, Alpha Description 学德文,用文学语言,深度解析,全言尖深科学话题,通俗易懂,幽默有趣。 Price 9.9,Sodee, Column ID, 1610-8267-468-12424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